我買這瓶香水之後 我馬上跑去瑪德里跟我之前喜歡過的男生見面 這就是格子 我現在為了來人跑到世界各地 人不要這麼愚蠢 只要你再關注時尚博主 怎麼會講博主 本次金額最貴最貴的一個單品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顆 選到的包包 並不是一個非常追求大logo的人 我覺得那樣很俗氣 我覺得那樣很俗氣 大家好,歡迎收看花生作喜Pinut Gallery 我是Milk 誠如標題所見 今天這一期就是一個含盡量非常非常高的節目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歐洲回來 到底帶了多少昂貴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了,那第一個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的單品 就是台灣前陣子一直買不到的 Mizel Margiela跟Gentlemonster兩名粗的眼鏡 在這邊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在巴黎Mizel Margiela店 我看到這一支真的很愛上 有些眼鏡會讓你覺得說它站不住 它沒有辦法站在你鼻子上面 尤其是像雷蓬之類 因為亞洲人的山根並不高 所以要找一支可以適合亞洲人的臉型 然後又符合我臉型的一支墨鏡 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我的臉比較長 框太方的墨鏡 會讓我的臉看起來更方 然後讓我的臉看起來更長 但這支的話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側面看也OK 對,但是這一支我比較在意的點就是 因為Mizel Margiela他們最有名的就是旁邊這個縫線嘛 那我就會擔心說之後如果黑掉的話 我要怎麼照顧它 所以我現在的做法就是盡量不要用雙手去碰到它這個有縫線的地方 然後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盒子長得超級無敵可愛 在這邊就是它的包裝盒 對,我覺得質量做得很好 還是很貴 然後它的這一個眼鏡盒的話 我是不會拿來用 主要是因為它看到的多可愛 它就純白色的皮質的一個手拿包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Mizel Margiela有一款薄薄的縮小板 把它做成眼鏡盒的樣子 我真的覺得太可愛了 但是在出門的話它體積太大 然後再來就是我怕它髒 所以我就是用另外一個眼鏡盒去裝 有一支墨鏡 比較方便帶出門啦 那如果這支墨鏡滿分有10分的話 我來評個分數就是我買到現在 我會給9.5分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值得的投資 然後也是我踏入金瓶墨鏡的第一個敲門專 好的那現在來到第二樣單品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盒子有多大 在這邊一樣純白色設計的紙盒 大家也知道就是同品牌的Mizel Margiela 那這個單品呢就是他們家最有名最有名的Tapping Boots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就覺得很奇怪的分層鞋 然後我買的顏色是黑色 但我覺得它實際上邊深棕色的感覺 先給大家看它的鞋底 它已經被我穿到很爛了 就是我應該過一陣子會先拿去清洗 然後再拿去人家貼底 然後本來這個頂的用意就是 Jason穿到它有一點黑調或者是顆粒感 它跟地面的摩擦力會比較合一點 就是你走一種會滑倒這樣子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要買這雙的話 有一個點要注意的是 然後你當天去試穿的時候 也一定要穿就是有分層 或者是比較寬鬆的襪子去 我現在跟大家講講衛生了 他在穿櫃的時候會給你一個試穿的襪子 但那個試穿襪子套在我腳上就是 太小啊 因為它只會有一個尺寸 它就是一個薄薄像絲襪的那種狀態 可是又沒有那麼有彈性 我腳都特別大 看上去就知道了 對 所以我當初在試穿這雙鞋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穿43號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特別特別的緊 然後我後來就是 馬上選了44號這雙鞋子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去買了分層花之後 43號比較適合我的腳型 還有一個重點 沒有一雙踏皮是完全不會有任何傷痕的 這雙鞋的話 專櫃人人跟我講說 它是駱駝皮的 所以當初我在選它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看到說 有一些小刮痕了 或者是駱駝 它自己本身一開始身體受傷 然後皮毛受損 一些小痕跡在上面就看得到 我唯一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並不是拉電 它是一個 大家看一個金屬 像種子一樣的扣子 對 你要慢慢慢慢這樣子一個一個扣上去 對我來說呢 我出去走跳大概兩三三小時就需要重新扣一次 因為它就會掉下來 下面會一樣結束 但上面畫這邊就會掉下來 我覺得這雙鞋如果有10分的話 我會給它 算蠻高的 但是我覺得它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在 它的底 這個地方就讓人看得蠻不爽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邊的扣子可以做得更精緻一點 就是不會讓你走一走的時候就自動掉下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第三個單品一定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我覺得只要你再關注時尚博主 怎麼會講博主 或者是你在滑IG會多少 看到網美的影片啊 或者是照片之類的 一定會知道這個方法 那它呢 就是Diesel的 大logo的shoulder bag 這邊看到它其實有附一個 就是鞋背的袋子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主要就是 這樣子兼背包 然後我前來也有看到我買這個包的時候 就想說 他們不能接受 因為它本身也很時尚的 誒 看到漫大街這個地方 是不是又被我自己打臉了 因為上一集跟我們分享也跟大家講說 不要去買那種漫大街的包包 結果會發現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摸它皮直以為它非常的堅固 結果沒有 就是在它 HANDLE的這個地方 會跟它自己本身的皮膜擦到 所以這邊已經磨損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嚴重 然後大家看前面這個金屬 這包括最重的地方 它已經有非常多的花痕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啦 這個包其實沒有說到 一個潮盤或精品價格來說 並沒有說很貴就是中庸的價格 但我覺得以一個實用心相對來說 很高的包包 有這樣的品質好像有點說不太過去吧 如果這顆包包有10分的話 總評分來說 我會給7.5分 大家如果要買這顆包的花青三絲 畢竟它有一點爛大街 我覺得它已經快要趨近於 Mark Jacobs的相機包的程度了 想說那個相機包我真的是覺得好噁心 超討厭它的 現在這次夕陽真的是照得我眼睛好痛啊 戴墨鏡 好了各位 那第四個單品呢 就 也是一個大打臉的一個單品 就是我在上一集的購物影片的時候 從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說 Acne Studio 那個包包跟一個Lamere的包包 我是在那邊抉擇了很久 跑來跑去跑半天 最後才出來 你是不是有那個包嗎 這支影片呢 我也把Lamere那顆 我糾結很久的包包買回來了 好那先跟大家說結論 這個包包是10 out of 10 原因就是它的品質非常的好 首先皮革柔軟 再來就是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跟Teresa還有展維 他們去中歐的時候 被就是這顆包 整體來說 這個就是名不屈傳 非常好搭配的一顆包包 對然後它的保養的話 其實也沒有說太麻煩 我選的這顆的話 有點類似荔枝皮這樣子 比較不容易被刮傷 其實我追蹤一些台灣的 韓國代購的一些IG的賬號 後來發現韓國最近 蠻多單品質仿照 Lamere這顆 Croissant包做出來的 好像我並不是一個 非常追求大Logo的人 我覺得這樣很俗氣 但是我覺得Lamere 它有一個signature look在這邊 只要我背出去動 本人都懂 但是現在韓國那個東西 一出來就覺得說 啊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東西就是 本次金額最貴最貴的一個單品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顆 Signature的包包 並不是一個非常追求大Logo的人 我覺得那樣很俗氣 我覺得那樣很俗氣 你買Signature包包 好像在巴黎買 只有康鴻總店的 它的袋子還有它的盒子是白色 其他店就是黑色 我給大家做一下比較 這個的話就是它其他店 會買到的盒子的顏色 就是全黑色 然後白色Logo這樣子 當然它這個盒子 是跟我有錢的朋友拿的 他買一個wallet 然後 我是跟他拿這個來裝東西 然後裝筆 然後它一樣呢 有一個內袋 黑色的內袋 但其實我覺得這黑色的內袋 品質非常的差 只拿一顆包 就是十幾萬台幣 然後就給我一個隨便的粗馬布袋 我後面還要做一些 他用它的包裝紙做一下 它跟鏈條跟它自己包 我本身的小包 會又怕刮刮它 對 大家看 它其實一樣是 它這個的話就是 當初的季節款 那我當初買這個包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原本在看 Wallet on chain 可是我發現這個包包 跟 Wallet on chain的那個價格 其實沒有差很多 而且雖然說 它不是一個經典的鏈條設計 但是我蠻喜歡這個 碎碎的流速的感覺 還有這件鏈條 加在一起的效果 它其實鏈條並不短喔 對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背 非常的適合 它的長度恰到好處 它有使用它自己經典 Flatbag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後面有一個 可以放卡片的小口袋 皮質的話是羊皮 所以買這個包的話 大家一起好好守護 它好猛 它不要讓它被刮到 一般刮一下 可能10萬塊就沒用了 它的內感的話其實 就是暗紅色的那種內感 就跟其他神套一樣 就是俗氣的那種豬肝紅 大家看一下 好 那如果這個包包有10分的話 我會給它7分 當然想說你花10幾萬 然後這個包包就有7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有點小後悔買這個包 因為它實在太貴了 它其實也比我一年的房子味 但是我覺得 你買的神套 會讓你心情好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個人原本跟我約 最後 血液疲毀 我被放的鴿子 好生氣我怎麼辦 幫你的水浪幫拿出來看一下 你心情就會好一點 如果有一個人 不小心懷得偽造出嘴巴 沒關係不要生氣 幫你的水浪幫拿出來 看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 那如果遇到那種 就算你的神套幫拿出來 你的心情也不會好的 那種人的話 就叫它去 好的各位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去巴黎買神套的話 有一件事情 千千萬萬要記住 如果你是去它的康諷總店 或是其他獨立的武器去買東西的話 你買到不喜歡的 或是你後悔了 你完全沒有辦法退貨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它會把你購買的金額 轉換成它的點數 然後回到你的本身 會員帳戶裡面 如果你要能夠買下去退貨 又能打折的話 請到春天百貨 或是老婆爺百貨買成料 它有辦法全額退還 但是有一點是 如果你在康諷總店買了一顆寶寶 你覺得不喜歡要退 點數回到你的會員帳戶裡面去嗎 如果你要拿這會員帳號去老婆爺 或是春天百貨買包的話 是完全不行的 因為它們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獨立的系統 那最後一個東西呢 它也是一個法國的商品品牌 叫做Frederick Marlin 這個牌子的特色主要就是 一個香水士加他公子 他召集了很多世界各地 著名的調香師 每一品香水其實都是不同的調香師 調出來的 在台灣酒品店 我沒有看到這個味道 這個香味呢 我覺得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時候噴 非常適合 它有一種捷徑的噪香感 不會說太過燥熱或太過女性化的感覺 你噴上這個味道就覺得說 好像看到一個穿白色襯衫 然後非常清爽的少年 在大夏天的那個草人上 曬著太陽 然後看著書 或是跟戀人 同性戀的戀人在奔走的感覺 但是 他答問題在哪裡 首先 不吃香 噴上去三十分鐘 尤其 我買這品香水之後 我馬上跑去瑪德里 跟我之前喜歡過的男生見面 這個就是這個詞 這個為了男人 跑到世界各地 我買的事情就覺得說 噴到我身上那裡就覺得說 我少年年很重 然後可能會勾起我們當初一些 濃情的回憶啊 就是讓我在他的記憶裡面 又在懷疑 我跟你講人不要這麼愚蠢 就是說我到底花五千多塊錢 買一個持家都不到半小時 然後也不酷 這樣的香水到底蹭了三小 啊 但是這個牌子你不覺得你不好意思嗎 就是請世界各地知名的香水調香師 來挑一罐獨一五二的香水 只要你的表現怎麼這麼的差 你覺得你對得起你的價格嗎 真的覺得垃圾欸 然後再來我不只買了這一罐 我還買了同一個香味的沐浴油 當初買的價格 萬分台幣好像一千八百多塊錢吧 你知道一千八百多塊錢 在巴黎可以買什麼東西嗎 請各位去Savon的專櫃 買一個沐浴油跟抹殺膏的組合 換算下來好像三十四塊歐元吧 比這一罐還要便宜欸 而且Savon都還是玻璃品裝質感會好很多 這是一個隨便的塑膠品 它是紙貼紙 那兩個加塞氣質量度會不會久一點 它香味會不會發散性更濃一點 沒有 這鞋在身上它不甘無色 但它就也是中規中矩 這噴在身上一開始你就自己聞的開心而已 我就覺得說大家不要去買這兩罐 這個回到大家要記住 你再喜歡都不要買 我覺得完全不值得 十分的話只有兩份 很爛不要買 麥品就到這邊啦 如果請到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繞頭問題的話都可以在下面問我 拼得蓋我的小花生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